高山向導領路到床上 黑秀一次女山友救生子 已婚的高山向導 帶團爬南湖大山 竟然把女山友領路到床上 51歲的全姓向導 工作時勁鴻騙41歲無姓女山友 和她發生關係 結果女山友發現懷孕 向導承諾會照顧 還說和妻子正在談離婚 要她生下孩子 女山友到臉書留言懷孕 向導妻子被親友切論提告 三人還出來談判 承諾女山友不提告不求償 只要她放棄財產繼承 支付每月3萬撫養費 但向導上法院卻說 她騷擾我太太 要我們離婚 好讓她跟我結婚 加上向導在臉書 標明已婚身份 桃園地院判女山友 三個月徒刑 一顆罰金9萬元 精神賠償20萬元 突發中心 右鍵恐龍法官報導 頂不敗